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 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 好 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之前 我们的坚力姐妹有一个见证 想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把时间交给坚力姐妹 弟兄姊妹们平安 真的非常高兴 好久没有来做见证 最近真的是我们教会一起 在学习RPG的父亲祷告小组 那每个周二呢 我们都有参加 那真的是这个父亲祷告小组 真的是让我学习 如何来到神的面前 来学习祷告 虽然信主了已经很久 但是我发现自己很多时候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向神祷告 在前两周的 我们学习 当着基督的面来侍奉他 这个主题 那一天 真的是让我遇见了神 他那个当家 我们看了那杨道乐牧师的讲 讲到以后 家人问我们 就是你听了有什么感受 当时我有个很大的感动 我就说 我非常渴慕 能够遇见神 能够有足够的时间 在神的同在当中 来享受神的爱 因为我好久没有这样了 每天的清晨 我总是忙忙碌碌 好像赶着时间 总是读好经 祷告一下就结束了 就根本没有遇见神 心里也没有得着 但是以往 我有过这样的经历 所以这次的学习 再一次换起了 我的内心的渴望 就在那天晚上结束 以后我就跟神说 主啊 求你明天开始 让我恢复 我在清晨 能够有足够的时间 能够来遇见你 这是我的渴望 到了第二天清晨 我记得很清楚 那一天 四月二十七号 清晨四点多 我就醒来了 我一醒来一看 还没到五点 我感谢神 那一天我起来 我就改变了 以往匆匆忙忙的 那个样式 我就来到神的面前 我就先跟祂敬拜 我先要来爱神 我先要在敬拜当中 我要向神说 我爱你 我要来敬拜你 当我听着音乐 唱了两首诗歌以后 我就放了一段 亲近神的音乐 我就在那里 安静地等候神 我在那里 清新地在跟神说话 你知道那一天 神突然打开了我的眼睛 祂让我看到身上的问题 祂跟我说 其实我一直在你身边 我看到你忙忙碌碌 我看到你碰到很多的问题 你心中的挣扎 你心中的失望 你的委屈 你的挫败 我都看到了 但是 你却没有来寻求我 你用你自己的方式 你去解决问题 有时候 有时候 你去回避这些问题 你不想面对这些问题 你不知道我就是你的遮盖吗 我是你的避难所吗 我是你随时的帮助 你就为什么不来寻求我呢 听到那时候 我心里真的是 又伤痛 又是喜乐 他说只有我赐下的平安喜乐 是世上任何的人事物 是不能夺去的 这是真正的喜乐平安 你用世界上的方式 去解决的时候 你的问题子会越来越大 你的能力会越来越少 你越来越会失望挫败 那天 他释放了我 他让我重新找到了他 我爱我的主 我知道他常常相伴在我主身边 只是我很多时候的远离 我自己不知道 因着这个世界上 很多的诱惑 很多环境 我会常常远离 但是他 总是像父亲一样 站在门口等候着我 他让我看到 我就像那个浪子一样 拿着神所赐给我的恩典 能力 财物 在那世界上所挥霍 到走不下去的时候 我才回头来找他 但是他却永远不离弃我 他就站在那个门口 来守望我 他在呼唤我 让我回家 回到他的宝座面前 回到他爱的怀抱中 当他看到我回来的时候 他是那么的欢喜快乐 他拥抱我 他把我 身上破烂的衣裳给换掉 他捷进我 换上衣裳 他摆色宴席 为了庆祝我的归来 真的是 谢谢主 谢谢主让我能回到他的家中 回到他的怀抱中 真的让我能够知道 我不能离开爱我的神 因为离开了他 我义无是处 因为离开了他 我没有能力 因为离开了他 我就没有平安和喜乐 是的主跟我说 反劳苦但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的面前来 我就让他得安息 我常常 我记住这句话 但是后面 他还有一句话 我们常常会忽略掉 他说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这样 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 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所以让我学习到 我真的每一天 要来到主的面前 先要来领受 领受神所赐给我的话语 领受神 他所赐给我的能力 和恩典 最近常常有一首诗歌 在我的心中 那就是 清新吐义 这首诗歌 说到 求耶稣 真的赐给我们宽广的心 让我们能够享受他的爱 拥抱他的爱 求主 真的耶稣来赐给 我们像鸽子一样的眼睛 使我们能够专一地 注视着你 求你赐给我勇敢的心 使我能够为你征战到底 求你赐给我一颗温柔的心 让我能体会到你的怜悯 特别当众有两句说 噢 耶稣 耶稣 我渴望 听懂你的心跳的声音 我渴望 将你如墨药一样 藏在我的心中 是的 真的是让我能听懂神的声音 让我能够将它 像墨药一样地藏在心中 当我有任何的问题的时候 它就会来医治我 它就会来帮助我 是的 它说我能想到最美的事情 就是在那金色的荣耀的黎明 站在那蓝色的玻璃海上 能够终日地向主亲说 我爱你 真的 弟兄姊妹们 我鼓励你们 要常常来到主的面前 那我们就是一个门府的人 我们的主 祂是我们真实的帮助 祂能够带领我们 能够经过任何的高山和低谷 在祂的里面 有永远的平安和喜乐 真的清晨 让我们每一天 能够在神的同在中遇见祂 清晨 让我们首席就要来敬拜我们的神 来侍奉祂 从祂的宝座面前 来领受那生命的活水 然后我们才能有能力 能够活在主的面前 能够走出去 能够把神带给我们周围的人 这是神所要我们做的 我谢谢主 谢谢主最近的带领 也谢谢主的呼唤我 能够回到祂的面前 我相信 只要我们有一颗清新的心 一颗敬畏的心 一颗爱主的心 一颗敬拜的心 我们就能够遇见神 我们就能经历祂荣耀的同在 我感谢我赞美主 这是我的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坚尼姊妹的分享 然后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我们牧师 好 问候弟兄姐妹早安 也问候线上的弟兄姐妹早安 好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 是活出富有的人生 我想在现在这个环境下 处境下来谈这个题目 似乎有点好像不太恰当 是吧 明明这个物价上涨这么厉害 现在这个美金也在缩水 现在这个好像你一百块钱 以前可以买很多东西 现在一百块钱买不到什么了 怎么现在还要富有呢 好像现在似乎全球陷入到一个金融危机 好像现在这个时代并不是很容易的一个时代 那我们今天的基督徒 其实也会面对这样的挑战 那这是一个后疫情时代 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 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 特别在后疫情时代以后呢 你看我们聚会也会面对很大的挑战 我们到底是线上还是在实体 那很多人有很多争执 那当然我们知道 耶稣基督也可以线上替我们钉十字架 可不可以 不可以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实体就是要倒成肉身 实实在在地住在群体当中 我们弟兄姐妹还是要 有这样实体的相交 那在后疫情时代里面会发现在我们信仰上面 那会面对很大的挑战 那我们也看到从2020年以后呢 我们看疫情伴随之后呢 这个通货膨胀非常厉害 当然不只是受疫情的影响 还有这个俄乌的战争 那我想大家就觉得 好像俄乌战争离我非常遥远 但是呢我们发现这个战争 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 那一旦这个战争开打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这个油价蹭蹭蹭往上飞 那油价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 便宜的时候三块多 那当然就是我来到美国 我现在这个在美国大概四年多的时间来思考的 可能以前更便宜了 那俄乌战争以后 我们发现现在油价要蹦到这个六块了 涨了一倍的这个价格 那包括现在整个全球的这个经济衰退 那其实美国在这种情况当中呢 他也是为了面对这个经济衰退 包括这个通货膨胀 那美国就大量 他就用一些方式啊 现在开始加息啊这种方式 或者大量的印钞票 那当然印钞票会带来更严重的通货膨胀 但是让全世界呢为美国买单 那其实美国大量印钞票 包括这个加息 就会造成很多国家 那些小国家 一夜之间物价飞涨 像黎巴嫩啊 这些国家 其实生活会更加痛苦 那在这样的情况当中 今日基督徒 没想到美国的基督徒也开始面对这个通货膨胀的非常严重的这个现象了 以前的话呢 没那么厉害 这是一点点而已啊 其实每年都会有 但是并没有那么厉害 但是今年我想大家感同身受了 我每个月去一趟Costco 然后呢就会发现 所有的物价都会上涨一点 然后我记得以前买油的时候 大概那个两桶油啊 就是那种植物油 大概不到 大概六块钱左右 现在变成了十一块九毛九 今年十二块钱 那买鸡蛋也是一样 鸡蛋也涨得很多 然后我发现所有的物价全部都涨了 这个每个月去都会有变化 这个一个月变化 一个月变化 如果用两年的时间去积累 这个变化就非常大了 我想大家都能够有感同身受 那这个物价的上涨 其实是对我们今日的基督徒 也有很大的挑战 那经济衰退 这个俄乌的战争 那这个世界好像 今天这个时代 真的是比较艰难的一个时代 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怎么样过一个富有的人生 这个就很重要了 那其实现在应该说 怎么样过一个有钱的人生 是吧 那但是呢 其实有钱不代表富有 那怎么样让我们的经济呢 能够腾飞 这个其实现在也不是 你一个人说了算的 虽然美国的政府 竭力地去挽救这样的一个情形 包括美联储也竭力地去挽回 但是呢 美国的经济还是在下滑 那第一个季度出来 大概GDP呢 没有增长 反而下滑了百分之一点多 那这个其实是对我们 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那没有想到美国的百姓 今天也会面对这样一个问题 可能有的是老移民 在这儿有三十年了 有些弟兄姐妹 那可能你也没有想到 美国有天会这个样子 是吧 那当然我们面对这样的挑战 那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它 那在圣经当中 有一个教会 就是马其顿教会 他们也面对了 甚至比我们更加艰难的一个处境 那他们也是 就是面对经济衰退 他们面对战争 他们面对他们的财富 被别的国家掳走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当中 马其顿的教会 并且他们还面对多了一个 就是信仰上的逼迫 当然今天我们在美国 在信仰上面 会不会遭受逼迫 当然也会有 但是并不是那么明显 有的时候你为了坚持真理 为了按照圣经的真理去做事 可能你会有一些适当的逼迫 但并不是很严重 但是马其顿教会又遭受信仰上的逼迫 那他们是怎么面对的 那他们是怎么样过一个 在基督里面 一个富有的人生的 我们可以看圣经的经文 那在哥人多后书第八章 第一节到第五节 弟兄们 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 告诉你们 就是他们在患难中 受大试炼的时候 仍有满足的快乐 在极穷之间 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 我们可以证明 他们是按着力量 而且也过了力量 自己甘心乐意地捐助 再三地求我们 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 并且他们所做的 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 更照神的旨意 先把自己献给主 又归附了我们 那我每次都会放在周报的后面 如果你拿到周报的话 如果还没有拿到的话 后面可以拿 还有一些多余的 那都会把这个分享的经文 大纲内容都放在这个后面 那方便弟兄姐妹可以查看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段经文当中 就是马其顿教会的一个处境 他们面对了很大的困难 在极穷之间受大试炼的时候 但是他们 他们的心胸却完全地不一样 虽然他们经历了很大的艰难 马其顿教会 好像我这个图片奇怪 在这个电脑上面 那个地图却不见了 那我明明放了一张地图 但是却消失的 不知道去哪了 没有关系 大家就看着这张白图也可以 马其顿教会呢 其实是保罗在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呢 他到特罗亚的时候呢 他那个时候本来没有想去马其顿 我不知道保罗他为什么不想去马其顿 如果当时是我的话 我可能也不会去马其顿 为什么 因为马其顿这个地方啊 是非常贫穷的一个地方 我们可以说是一个穷山沟的地方 那个地方经济也不发达 虽然马其顿曾经辉煌过 因为他是亚历山大的老家嘛 亚历山大我们知道 他曾经建立了希腊帝国 所以说曾经辉煌一世 我相信马其顿曾经是一个 众人都想去的地方 但是呢 在保罗那个时代啊 马其顿这个地方呢 是众人都不想去的地方 又贫穷 可能我们还觉得穷山 穷山恶水出刁民啊 但是不见得啊 因为希腊他们毕竟 马其顿这个地方是亚历山大的老家嘛 肯定是有文化底蕴的 他们虽然穷 人穷至不穷 这个地方人真的是 非常高贵的一群人 如果你去看圣经 保罗在比利亚的时候 圣经描述说 这地方的人 贤于帖撒伦家的人 他们天天查考这经 好晓得这道 适与不适 我们看 帖撒伦家教会的弟兄姐妹 已经够渴慕了 够追求了 但是圣经还描述 这个比利亚这个地方的人呢 比他们更渴慕 你会发现 马其顿教会 还蛮有意思的 这个地方的 教会一旦建立起来 一个教会比一个教会爱主 一个教会比一个教会渴慕 当然最开始的时候 保罗他可能就不想去这个地方 他觉得这个地方呢 经济条件不好 然后呢 也似乎在宣教的 可能对他来讲 也可能不会有太大的一个进展 但是呢 他在晚上的时候 就看到一个异象 有一个人站在 马其顿人就站在那里 请保罗过去给宣教 然后那个时候 他本来想去别的地方 但是基督的灵却不许 那这个时候 他就看到了这个异象 那之后呢 保罗就到了这个 马其顿的第一个城市 住房城 就是菲律比 没想到 哇 一传福音 哇 福音的门就打开了 然后开始 但是 当然保罗在马其顿 建立教会的时候 并非一帆风顺 非常的辛苦 因为他刚在菲律比建立教会 那个时候就有一个 就是一个行邪术的 然后呢 保罗就开始 为他赶鬼 结果一下子 给自己带来了逼迫 那个时候 那个主人就把保罗 他们告上法庭 那保罗希拉 然后他们就被抓在监狱里面了 那我们还记得那个事件 就是保罗希拉在监狱里面 他们赞美神 然后地大震动 监门大开 就那个事件 就在那个时候发生的 那马其顿 保罗这个时候 他逼迫因为非常厉害嘛 因为虽然他从监牢里 被放出来了 那他是罗马公民 那但是呢 因为逼迫非常严重 他不得已 然后又去了别的城市 然后又去了贴撒罗人家 结果到了贴撒罗人家的时候呢 那群逼迫的人呢 你看他们的心智多好 保罗走到哪 他们逼迫到哪 然后那个时候 他们那搅动天下的人 保罗来了 搅动天下的人 他给保罗起了一个外号 那是搅动天下的人 结果保罗在贴撒罗人家呢 也时间不是很久 但是呢 也建立了贴撒罗人家教会 那时候不得已 他被逼迫 最后就到了这个 比利亚这个地方 那到了这个比利亚的时候呢 圣经就描述 这个地方的人呢 他们查考圣经 渴慕圣经 天天查考 事与不事 他们就渴慕神 那但是没过多久 又被逼迫了 你会发现 保罗在马其顿教会的 这个地方 待的时间都很短 但是呢 却在保罗的人生宣教生涯里面 是对保罗的侍奉 最大支持的一个教会 不是一个教会 是一个地区的教会 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马其顿教会 他们领受教导的时间 是最短的 他们并且呢 在那样的处境当中 是最难的 但是为什么 在保罗的宣教生涯里面 却是对保罗的支持 包括奉献 包括生命上 给保罗的支持 是最大的一个教会呢 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怎么会有这样的教会呢 他们是怎么产生的呢 那我们今天 面对挑战的时候 我们透过马其顿教会 来学习 他们是怎么面对的呢 那我们活出富有的人生 那从今天经文里面 我们看这个周报的后面 就很清楚 有三个大纲 生命的源头 就是老爸是谁 生命的慷慨 如何地活着 如何在这个世界去生活 那生命的奉献 那我们生命是属谁的 那马其顿教会 他们在这三个方面 都有很好的一个表现 那首先我们看第一个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图都不见了 都有背景图的 图就消失不见了 没关系 可能是这个PPT 需要升级了 我们的PPT需要升级了 那在这里面 我们看第一节 弟兄们 我爸神的恩 就是赐给马其顿 众教会的恩 告诉你们 那如果说这句话 说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想 马其顿教会 领受了什么恩呢 他们信主以后 好像 如果从环 我们现在从环境上来看 马其顿教会 好像他们没有领受 什么恩呢 并且呢 他们还因着信仰的缘故 还遭遇更大的逼迫 我想那个卖紫色布皮的 吕迪亚 大家都很熟 很多弟兄姐妹 都起名字叫 Lady 吕迪亚 就希望自己像吕迪亚一样 做生意的 卖紫色布皮的 都是在当时那个时代 都是有钱人 但圣经只是一笔带过 但是我相信吕迪亚 为信仰的缘故 后面她的生意 可能也会受影响 财务也会受亏损 那因为她信主之后呢 马其顿教会的人 他们不但面对一个 环境上的一个艰难 被罗马帝国欺压 那在主前 四十年左右的时候 罗马帝国就征服了马其顿 然后呢 就把这个地方的财富 都掳走了 那我们知道 罗马帝国就是 不论跑到哪儿去 都是把那个地方的财富 都给掳走 然后建立 这个罗马帝国的辉煌 其实罗马帝国的辉煌 也是透过战争 来做到的 那当然美国是怎么辉煌的 是透过美金在世界上 被所有的国家认同 然后其实她大量一印钞票 所有的国家为她买单 其实有点像这个状态 差不多 其实时代不同 方式发生了改变 但性质都是一样的 那我们看到当时 这个马其顿教会的财富 曾经辉煌过 但是他的财富就被 罗马帝国掳走了 那但他们基督徒成为 他们信主以后呢 这些百姓信主以后呢 因为信仰的缘故 又多了一层苦难和艰难 并且他们的经济 也出现了很严重的衰退 已经不像亚历山大 那个时候了 所以说他们在这样的 环境当中 保罗却说 他把神赐给马其顿 重教会的恩 告诉其他教会 告诉更多教会 所以说到底神 给了他们什么恩呢 当然环境上没有恩 就是都是逼迫 都是艰难 一天比一天难 但是在他们的生命上面 神真的是给了他们 很多的恩典 那圣经也是告诉我们说 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 便知道他的美善 投靠他的人有福了 那这个福并不是指的是 环境上的福 并不是你出也蒙福 入也蒙福 你家的活面盆也蒙福 不是这个概念 而是你真正成为基督徒以后 你会感受到 你与神关系的美好 那刚才建方姐 特别分享到的见证 你会发现他分享的 非常的跟神之间的甜蜜 就是尝到了主恩的滋味 可能你听的时候 好像没有感觉 那因为你还没有进去 你还没有去进入到 这个RPG的学习里面 你还没有跟神 有那个亲密的互动 当你真的跟神 有非常亲密的互动的时候 你会发现主恩的滋味 是非常的甜美的 那是胜过言语 你的言语甚至可以说是 感觉是很难去表达的 保罗常常会说 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 那保罗在形容神的恩典的时候 用很多的词汇去描述 用他尽可能的 保罗算文化比较高的了 保罗在那个时代 算是属于在 这个亚历山大的 不是是什么 保罗的是大树 保罗的家乡在大树 那个地方也是一个 文化底蕴的一个城市 并且保罗又在 加玛列没下受教 又是当时最有名的 犹太的拉比 所以保罗的文化 知识水准是非常高的 他用很多的词汇来描述 跟神的关系 那特别是在 这个依佛所书 又讲到了很多 神的丰富的恩典 他说到天上 各样属灵的福气 比如说蒙监选 得儿子的名分 充充足足的 这个丰盛的恩典 还有蒙救赎 得赦免 并且神的旨意的奥秘 并且在日期满足的时候 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面 都同归于一 那我们在他里面 也得了基业 也成为基业 你会发现保罗 在伊佛所书 也特别讲到很多 属灵的福气 那还有一句话 这是在灵命塑造的时候 我特别领受的 也是刘牧师 每次都会把这句话 分解出来 那这个伊佛所书 三章二十节 神能 你会发现 神多么的丰富 神能成就 神能成就 我们所求的 神能成就 我们所想的 神能成就 一切我们所求 所想的 神能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 所想 每个词都是那么的好 就是每个词 都是那么的丰富 神能成就一切 就是充充足足 成就这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 所想的 神能照着运行 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充充足足足 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 所想的 这些词 每个词 都是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关键 都是非常的丰富 你看到我们的神 真的是 祂是丰富的源头 我们老爸是谁 我们记得 以前在中国大陆的时候 有一次事件 忘了是几几年了 就是有一个富二代 他撞人了 他就说 我爸是李刚 那句话就成为 网络的流行的用语了 但是今天 当然我们遇到困难 不是要不要撞人 不能这么出去 开车就想 想闯红灯 就闯红灯了 反正我们 我们的上帝 我们是万王之王 我就可以闯红的了 不可以 我们要遵守地上的法律 但是我们遇到困难 遇到艰难 遇到一些困苦的时候 不要忘记 那我们的天父 阿爸天父 他是丰富的供应者 他不会让我们缺乏 保罗说 当他遇到很大艰难的时候 我有根刺 他多次求神 能够给他挪去 这个时候 神就给他回复说 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 在人的软弱的身上 显得完全 所以保罗说 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这位神 他是丰富地供应着的神 他是生命的源头 他是一切的源头 他是一切问题的答案 不管你遇到什么难题 你就来到神的面前 虽然说 从环境上来看 似乎 好像被乌云遮盖了 但是 神的恩典 的确是没有减少过 不但没有减少 你越认识神的时候 你会发现会越来越多 那说马基顿教会 他们领受了什么样的恩呢 从他们的生命的表现里面 我们可以来看 他们生命的慷慨 因为他们认识神 他们跟神有美好的连结 他们在极穷之间 他们在困难当中 他们在逼迫当中 他们在被罗马帝国 政治压迫当中 那什么叫驻防城 菲律比我们说 圣经描述的是驻防城 是罗马的军队 驻扎在那里 就是明白了 就是欺负他们 是不是 那就是罗马的军队 就驻扎在那个地方 那就是控制 那个区域 然后掳掠他们的财富 定期还要上供 那圣经就描述 他们在极大的这种 患难失恋当中 仍有满足的喜乐 满足的快乐 他们并且信耶稣以后呢 又增加了他们的 困难的指数 那不但没有减少 因基督的缘故 还大招逼迫 说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他们是怎么做的 圣经有这样的一个描述 那他们有满足的喜乐 那保罗在写这个 菲律比书的时候呢 他特别说到 你们也要照样喜乐 并且与我一同喜乐 喜乐 你去看菲律比书 是经常重复的一个词汇 不断地重复 保罗当时也在监狱里面 马其顿教会呢 也就是菲律比教会呢 因为马其顿有三个 菲律比教会 提萨罗文家 还有比利亚 这几个主要大的 一些地方的教会 主要有这三个 那保罗在写 菲律比书的时候说 你们要跟我一同喜乐 那保罗也在 困苦艰难当中 在监狱里面 但他却写出这样的话来 那就是喜乐 你会发现 喜乐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神而来的 因为他们认识主 所以他们有一个 满足的喜乐 圣经里面真的是这样的词汇 保罗特别描述 他们在苦难当中的 他们依然有满足的快乐 有喜乐 那说保罗也是说过 不但如此 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的 因为我们知道 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劳炼 劳炼生盼望 所以说在极穷之间 患难当中 还有大失恋当中 那其实真正的富有 并不是一个 环境上的富有 而是我们生命里面的富有 就是我们说 这个是远胜于 物质上的财富 和精神上的财富 我们说这是灵魂的财富 这是生命的财富 因为我们的生命 认识神 跟神有美好的连结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更加地活出 那个从神而来的呼召和命定 那我们看到 这个马其顿教会 他们越是在苦难当中 他们越反而有那种 爱心 爱主的心志 那这个也是让我想到了 那我开始在中国教会 那个时候2001年 开始起来读神学班 那个时候回想一下 真的教会是在极大的苦难当中 也没有钱 什么都没有 也没有教材 不像我们现在的教材很多 那个时候我在刚开始 读神学班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本圣经 那大家都可想而知 怎么有这样的神学院 除了圣经以外 练个教授也没有 现在在正道福音神学院读书 哇 很多PhD都围绕着 然后呢 每门课听起来 哇 都是那么的丰富 那么的精彩 哇 他们有很多的历史背景 文化背景 然后都讲的 真的是让人觉得 哎呀 我就很想选他的课 那那个王俊姐妹 她也是在正道 修这个LTI的课 跟她一个比较好的童工 是吧 如此姐妹 多次要报正道 就是要觉得正道 真的太好了 那些老师 每个老师讲的都特别的棒 那个时候我记得 我刚开始读神学班的时候 就是只有一本圣经 什么都没有 那个时候老师就跟我们讲 还多了一个 叫《基督生评》 交原连写的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 有没有看过 交原连写的这个《基督生评》 那个时候老师就照本宣科 按照那本书 就直接给我们念 哇 那个时候我就感觉 怎么这么甜美 我就拿着那个笔 每天在做记录 写了一本又一本的 《基督生评》 就是那个时候写的 每天写每天写 然后圣经也觉得 非常的甜美 那我就在想 在极穷之间 我特别能够体会 那个时候 我们是在山上 也是在一个山上 一个接待家庭 还经常会被逼迫 那个时候 我们不能太大声音 当然还好 我们那个山上 只有那一户 还好 大连声音还没有关系 但是最后 也是因为环境的原因 有人把我们给举报了 结果我们就回不去了 我们中间有一个 放假的时间 结果警察就把 那个地方给端了 然后我第二次 又去了一个地方 也是一个接待家庭 也是在极穷之间 很困难的一个环境 然后呢 我们也是有一次 刚回家 结果突然受到通知 不用来了 那个地方也被端了 我就在读神学 发现就是 好几次都被端了 那在那种逼迫当中 困难当中 但是我现在回想一下 那个时候 真的是有满足的喜乐 那好像现在 都找不到那种感觉了 要想找到那种感觉 似乎还要在极穷之间 才能找到 这个就是 曾经就是这样经历过 的确是在那种患难当中 逼迫当中 体验到那种神的特别的同在 那种满足的喜乐 那还受大失恋 那我也记得 我以前在刚去南京服事的时候 我们有五个同学 我们去 我们也没有什么钱 并且还要在南京那个城市租房子 可能跟弟兄姐妹讲过 那个时候一个月呢 只有八十美金 可能我说多了 六八四百 大概八十美金吧 那时候我们每个同学 一个月只有八十美金 那我们就在南京那个城市 2009年 在那边开拓教会 有一次非常艰难的事情 是我遇到 其实我遇到两次 那一次呢 是我父亲就是 出了一个很严重的事故 然后那个时候 我回家的路费都没有 那个时候呢 那我的同学 他们也没有钱 但他们就给我奉献 那个时候 我才有回家的路费 那都是在极穷之间 那非常感恩 就是刚好前几天 刚好在南京呢 服侍那位同工 给我发这个微信 他说以萨 可不可以帮我买zoom 我说怎么了 他说现在国内聚会很紧张 需要zoom 国内也买不了 那我就说 这个小事一装 然后就给他买了zoom 然后就跟他有很多的交流 又讲到很多的一些事情 因为我们也是很多年的同学 也是很多年的同工 那他依然在那边继续服侍 现在教会人还蛮多的 大概有一百多人 全是年轻人 那我们都是一起 在那个时候开拓教会的 那就想到那个时候 非常甘甜 虽然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但是他们却愿意奉献 他们也把他们仅有的给我 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没有 那我记得我有一次 刚好在遇到两次 那一个是看到一个姐妹 她非常的困苦 那时候我就把仅有的钱 全部给她了 还有记得有一次 也是或许还有一次 好像看到一对母女 她们需要费用 然后那个时候 那我也是把仅有的钱 也都给她了 现在回想一下 在极穷之间 在患难当中 在大失恋当中 那第二次我记得是 在过年的时候 那时候是 也是在南京 过年的时候 也是回家的路费都没有了 然后呢 那个时候 也不知道 回家的钱 从哪来也不知道 刚好有个老师 他说 可不可以跟我去一个地方 去宣教几天 然后呢 我说好 那我就跟着老师去了 去了一个安徽的农村 去了一个安徽的农村 当然这是农村嘛 经济条件也不是很好 当时就有一个阿姨 她就看到我穿的衣服 大冬天 并不是很厚 有点薄 她就 就 就暗暗地 就去买了一件羽绒服 送给我 然后走的时候呢 那个教会还给我一些费用 其实我在那边服侍的时候 什么都没说 我也没有讲过到 最多带个敬拜 但她走的时候 他们还是给我很多的一些奉献 回家的路费解决了 那个时候我就真的是想到 真的是在那种极穷之间 弟兄姐妹那种爱心 非常真实 非常真实 叫满足的喜乐 那这就是说 在极穷之间 患难当中 大试炼当中 仍然显出那个乐捐的厚恩 那我们看到就是 腓立比教会呢 他们其实是对保罗的奉献 是最多的一个教会 当然从数字上 并不是最多的 但是从 生命的财富上来讲 你会发现在 保罗的书信当中 是这么说的 他说 那你们也知道 我出传福音 离了马基顿的时候呢 论到受受的事呢 除了你们以外 并没有教会供给我 保罗这句话 你就可以看到 很多保罗在建立的教会 都很有钱 哥林多教会也很有钱 然后很多教会都很有钱 但他们就是不给保罗 只有一个最穷的教会 腓立比教会 马基顿教会 他们就给保罗奉献 那真的可以看到 有的时候我们发现 这个就是生命的慷慨 属灵的慷慨 他们显出乐捐的后文 他们还说 恳求奉献 保罗都不想要 因为他们太穷了 都不忍心要 但是他们还要 恳求给保罗 这个你必须得要 你必须得收着 那这个我就记得 在我的生命里面 我也 类似像保罗的经历 也我也发现 在我的人生当中 事奉当中 往往给我奉献的 不是有钱人 一个都没有 都是 甚至可能比我还穷的人 都没有的人 那这种事件 其实是蛮多的 详细都不讲 讲一个离我们比较近的 我在美国的时候 刚来美国 挑战其实非常的大 也没有收入什么来源 然后拿中国的钱 在这儿花呢 简直都是杯水车薪 那个时候 我在和平教会 就有位姐妹 她就每次开车 送我们 接我们去教会 然后并且 突然有天 那个姐妹 跟我打电话 她说 以上 那我 我有一辆车 我这个车 想送给你 不知道你介意不介意 我说不介意啊 可以啊 那她就送给我 其实我知道 她的条件 非常的不好 那她的儿子 她的丈夫呢 是叫 叫什么 叫 小脑萎缩 好像还有一个什么 那个叫什么词汇 就是 如果大家看过 那个一公升的眼泪 就知道 就是 刚开始的那个 发病的时候 你的手脚不协调 直到最后 你的手脚都没有知觉 然后你只有 你只有眼睛能动 最后直到 你的生命结束 她就照顾她的丈夫 一直到她丈夫结束 结果前几年 就是 我那个时候 我知道她发现 她的儿子 竟然也得到 她爸爸的遗传 也是这样的一个疾病 就是绝症了 就是绝症 然后她 分享了见证 我就非常非常的感动 我发现 这位姐妹 非常非常的爱住 她也是在 极穷之间 把她的车 给我了 那我也接受了 感谢主 这是神的供应了 当然我们 联络也不是很多 昨天晚上我在 预备奖章的时候 当然是 更多去思考的时候 突然就想到 这位姐妹 我就内心当中 特别感动 在我的侍奉当中 发现 都不是有钱人 都是那些 像马其顿教会的人一样 他们在极穷之间 给我奉献 能够走到今天 那真的是神的恩典 恳求奉献 你会发现 马其顿教会说 一定要给 一定要要 你必须得收下来 这种画面 我也是想象过很多 就是经历过很多 弟兄姐妹要奉献 硬要给我 我说我不用 我不需要 你必须得拿着 就是那种 恳求的那种状态 那这个 承认堂牧师 就讲过一个例子 当然是一个 反思的故事 就是在马来西亚的 圣经神学院 曾经他们筹款 要盖校园的时候 当时花了两三年的时间 到处奔走 然后跟很多教会分享 结果两三年 这个钱都筹不齐 但是他就发现 刚好隔壁有一个寺庙 他们也要修建 他们的寺庙 要办筹款的项目 并且其实是比 圣经神学院办的 那个费用要多两三倍 他们就在两天之间 所有的费用都解决了 他就提出来这个故事 就反思 很多的基督徒 你看 你去求着他给你奉献 你分享异象 他根本无动于衷 但是我们看到 马基顿教会 真的是不一样 他们愿意奉献 这个承认堂牧师也说 现在很多时候 那些拜偶像的人 都比我们奉献得好 这个就是我们反思 值得我们去反思 在这里面保罗说 叫恩情上有份 马基顿教会 这个原文有一个意思 就是什么呢 他用的是商业术语 就是合伙的意思 就是 马基顿教会 他们看到 那个属灵的价值 他就看到 哇 这是一个永恒的产业 这是一个永恒的投资 说他们一定要投资 说保罗 哎呀 你保罗开发了一个新的项目 不错的项目 那第一个项目 是宣教的项目 第二个项目呢 是犹太人跟外邦人合一 能够供给那些犹太人的圣徒 那些困难的圣徒 开发了这种捐款的项目 那马基顿教会 他们非常有这种属灵的眼光 他们看到以后 保罗 那这个保罗牧师 那我们也愿意 把我们的钱投上去 那虽然不多 那你也拿着 放在这个 我们也希望在这个 这个合伙 合伙的这件事情上 有股份 那这就叫属灵的眼光 那我知道弟兄姐妹 大家都知道 美国包括在中国大陆 都有这个房产 都有一个很大涨的时候 现在可能后悔 当初没有多买几套 是吧 以前的时候呢 看着别人买 特别在中国大陆 以前看到那些 很多人他们砸锅卖铁 天天吃萝卜咸菜 买了很多的房产 就还笑话他们 结果你看现在 经过十几年 二十年以后 发现你想买的时候 再也买不起了 那为什么当初那些人 他能吃萝卜咸菜 他也愿意 把那个钱投在上面呢 他看到那个价值 是不是 他知道那个中国的房地产 一定没有一天会涨 那我想在美国也是一样 很多弟兄姐妹 可能比较关注房产的 当年也是一样 为了买房子 也是赖金裤腰带 是吧 然后呢 很辛苦 过得也很不容易 然后就把钱投进去了 那现在你就躺赢了呀 是不是 当年辛辛苦苦的投资 现在你的人生就躺平了 可以 那当然可以 就财务自由了 同样也是一样 马基顿教会 他们也是赖金裤腰带 在属灵的财富上面 他们去投资 有一天他们到了天堂 他们就躺平了 Amen 结果我们开始后悔了 当初怎么 哎呀 太可惜了 到时你想买也买不起了 已经没有那个机会了 叫恩情上有份 叫合伙 叫投资 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 都关注现在的这个钱 往哪放 哎呀 有的卖了房子 哎呀 这么多一笔钱 放银行 没有利息 投资股票 哎呀 这个股票上上下下 也不太稳定 到底放哪呢 告诉弟兄姐妹 有一个地方可以放 奉献到神的家 奉献到永恒的事业里面 天国里面 那我想大家都有这种感受 其实这叫属灵的眼光 在恩情上有份 你愿意不愿意做 天国的合伙人 我们看第三方面 生命的奉献 我们的生命是属于谁的 那马基顿教会呢 他们所做的 保罗说不但是照着我们所想的 也照着神的旨意 他们把自己献给主 也归附了我们 那我们看到 保罗说到他们向神奉献 他们把自己献给主 他们把自己完全地给主 因为他们完全地给主 所以他们也完全地愿意 伪身保罗 向保罗奉献 不是向保罗他本人奉献 而是为了他的宣教 还要为了他的筹办的 跟外邦人捐款的事情 就不是跟外邦基督徒 跟犹太基督徒合一捐款的事情 所以说他们就看到了 那个属灵的价值 他们就愿意摆上 愿意付出 我们看到保罗也是从来 也是在经济上面 我觉得其实保罗也是 蛮智慧的一个人 他从来不会问别人要什么钱 也没有为了自己去筹过款 他每次都讲的宣教 或者说这个合一捐款 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 包括在伊弗所教会的时候 保罗做一件事是怎么做的呢 他说他亲手之搭帐篷 不但供养自己的需要 还供养同工的需要 他不拿他们一分钱 其实伊弗所教会也很有钱 哥林多教会更有钱 那为什么保罗都不拿他们一分钱 不拿他们一分钱 保罗做奉献的 这个筹款的事情的时候呢 别人还说保罗贪财 你看真的是跟马其顿教会 完全的相反 是不是 完全相反 那说保罗就讲这个见证 来鼓励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 你们要奉献 你们要在这个合一的捐款上有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马其顿教会他们向神尾身 他们向神奉献 所以说他们愿意向保罗也奉献 所以弟兄姐妹也是如此 我们常常说我们愿意奉献给主 但是呢我们却不愿意奉献给教会 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奉献给主 我们爱主 但是我们却不愿意 尾身到小组里面去 那教会在推动RPG 我们也不愿意尾身到里面去 那教会在一起 就是拓展小组 鼓励小组 那大家也不太愿意 教会鼓励弟兄姐妹实体聚会 大家也不愿意 你会发现所谓的爱主 所谓的尾身教会 是不是就变得非常的苍白无力了呢 所以说其实你看保罗 他们这个马其顿教会 他们对保罗是怎么尾身的 其实所谓的尾身教会 包括尾身神就是尾身教会 就是尾身身边的弟兄姐妹 就是尾身到小组里面 就是尾身到团企里面去 那所有的小组其实 如果一个小组他想要复兴 很简单 就是我们要签一个小组的公约 就是尾身的公约 就是大家一起往前走 因为毕竟遇到困难都是 都是很正常的 你不能遇到困难就一拍两散 所以说你会发现 为什么很多的小组不能起来 很多的教会不能起来 就是大家没有那种公约的精神 没有那个合约的精神 就是我今天想来就来 不想来就不来 我今天不舒服可以不来 或者说我去旅游了也可以不来 各种旅游你都可以不来 但是如果说你要是说 突然发现了一个好的项目 你砸过麦铁也要去 是不是 那就是那天就是下冰雹 下子弹你要开着你的车 跑出去去做投资 就是那种概念完全是不一样的 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说我们爱主 但是我们的爱主呢 都是嘴巴上的爱主 那在这个有一个作者 他写了一本书 就是当则 特别讲到尾声的概念 尾声特别讲到四个方面 第一个是参加 第二个是参与 第三个是介入 第四个呢 就是承诺约定 承诺与约定要尾声 就是尾声的概念 就是尾声教会 那所以什么叫做尾声上帝 其实就是尾声弟兄姐妹 那所保罗也是说到 你们因为敬畏基督的缘故 你们彼此顺服 什么叫彼此顺服呢 彼此顺服就是彼此尾声 我们彼此遮盖 那我们一起往前走 一起在基督里面彼此顺服 彼此接纳 那当然会不会有冲突 会有冲突 那有些弟兄姐妹 为了在教会当中避免冲突 就在线上聚会 那其实线上聚会 可以避免一切的冲突和矛盾 基本上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那我们就怕冲突 就觉得教会有冲突 就没有爱心 错了 教会有冲突 正是相爱的地方 那什么地方没有冲突 那就是你好我好 大家都好 互相不认识的地方 是没有冲突的 那一旦有接触 一定会有冲突和矛盾 所以说你看保罗 跟哥仁多教会的冲突很厉害 但是保罗还是非常爱他们 依然苦口婆心 写了第一卷书 哥仁多前书 写了第二卷书 哥仁多后书 圣经说保罗写了四卷 其他两卷只是没见了而已 就是圣经没有必要保保留下来 写了四卷 所以保罗并且 那个时候纸张那么贵 文字写在都是羊皮卷上 多不容易 所以保罗付了多少大的代价 虽然跟哥仁多教会一直论断他 那还是依然付代价 还是依然地做那个 身先士族的那个人 同样也是提醒我们 我们愿意不愿意向神伟身 愿意付代价 愿意向弟兄姐妹伟身 愿意向小祖伟身 愿意向祷告会伟身 你有三四个人建立RPG的团队 你们就在一起彼此伟身 一起同行合一祷告往前走 愿不愿意这样去做呢 愿不愿意向马其顿教会 在极大的困难当中 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这才是富有的人生 富有的人生不是你的财 你最近这个疫情当中 你的房产大涨了 那可能长了百分之三十四十 那当然有些弟兄姐妹 可能什么都没有 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那或许说你就觉得 哎呀我很贫穷 其实不管你物质上贫穷 物质上富足也好 那这都跟属灵的富有 没有直接的关联 我们都可以在属灵的上面 过一个富有的人生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的老爸是谁 那我们也知道 我们该如何地生活 虽然你的经济上会有困难 那你在疫情当中的奉献 你在没有收入当中的奉献 其实比你平时的奉献会更多 这叫两个 就是大钱 耶稣说那两个穷把富奉献的 他说那两个是 别人看都是小钱嘛 就是两个 但是耶稣说那是大钱 那是大钱 所以说只要你在 你愿意奉献给主 把你的生命奉献 把你的金钱奉献 所以说所谓的奉献 其实最实际的 就是金钱的奉献 我们常常嘴上说 我们爱主 我们也跟随主 但是钱不愿意奉献 那这个就是空谈 都是空谈 所以这就是愿意奉献 并且我们也把生命 尾身给神 也尾身给我们弟兄姐妹 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起立 那我们在这个时刻当中 我们有两三分钟的时间 那我们可以安静自己 我们对主说主啊 那我也愿意在这个恩情上有份 那愿意在教会 这国度意向里面 那小组建立当中 那包括RPG的这样的一个 推动当中 我们也要有份 主啊 求主 让我们看到那个 属灵的价值 这正是悦纳的时候 主啊 不要让我们 坐在那里停止不前 我们也愿意到教会来 实体聚会 我们愿意付上代价 愿意付上时间 愿意付上我们的生命 付上我们的精力 我们在主的面前 有这样的呼求 有这样的祷告 感谢观看 我们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今天感谢你 把马其顿教会的见证 摆在我们的面前 主啊看到他们在极穷之间 在大患难当中 在大失恋当中 主啊他们有这样乐捐的 这样的生命 主啊虽然我们今天 在美国这样的处境当中 也面对经济衰退 面对我们的家里的财务贬值 也面对现在后疫情时代的艰难 我们也面对现在物价的飞涨 包括俄乌的战争 对我们的生活也造成了一些影响 但是主啊我们说 主啊把马其顿教会的生命 放在我们的里面 让我们在这样的处境当中 依然愿意奉献 不只是财务的奉献 而是我们生命的奉献 时间的奉献 我们愿意尾身于神 我们尾身于教会 尾身于弟兄姐妹 尾身于教会的同工 尾身于小组 尾身于祷告团队 主啊求主把这个尾身 放在我们的里面 主啊不要让我们常常 走马观花 常常我们活在 自我中心的里面 成为那个消费主义者 哪个地方对我有利 我就去哪里 主啊这不是从你来的生命 主啊你把那个国度的生命 放在我们的里面 让我们愿意付代价 愿意牺牲我们的生命 像一粒麦子 埋在地里死了 就接出许多的子力出来 谢谢主 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主啊你把那个 属灵的眼光 放在我们的里面 让我们看到 那个属灵的价值 让我们在这个恩情上有份 谢谢主 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垂天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